母亲节即将来临 你会精心准备什么礼物 送给母亲大人呢 说到母亲节礼物 民众的答案不外乎是送花 或是母亲喜欢的东西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今年可以来点新花样呢 来临的星期日就是母亲节了 也是康乃馨飘香的季节 那康乃馨代表着母爱 因此是许多子女 想要向母亲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 不过在这年头啊 如果花店业者要抢占母亲节市场的话 单靠康乃馨可能还不够 还得搞搞创意 搞搞噱头 譬如说像我手上这一个 用饭盒和康乃馨结合而成的作品 你又会不会喜欢呢 小时候我们总是带着妈妈 为我们准备的便当 开开心心的上学去 里头装满的除了是妈妈味道的菜肴 还有妈妈担心我们饿着肚子的关怀和爱 华氏业者兼创意达人欧敏勤 考量到妈妈每天跟厨房和食物打交道 于是有了这个康乃馨插在饭盒上的心颖构思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 欧敏勤也沿用情人节时 以真钞票折成玫瑰的概念 将一朵朵真钞制成的花朵 融入在康乃馨之中 给母亲大人一个惊喜 如果这些都不合你意 那你还可以特别要求 为妈妈量身定做礼物 比方说将妈妈喜欢的化妆品 加上康乃馨和满天心等点缀 肯定能够让妈妈看见你的细心和用心 另外为了顺应潮流 欧敏勤也推出色彩夺目的香皂康乃馨 也就是以香皂雕刻而成的花 它就有香味了 有香味 还有不同的颜色了 永久 永久都是这样子的 不会死 不会挑蝎什么都不会 只是永远的香香这样美 欧敏勤说 香皂花的价格大约是40到100令吉不等 和真花的价格不相上下 因此对不同需求的顾客而言 可说是各花入各眼 至于对母亲大人来说 最叫她们窝心的 无非是子女想要借花传达的那一份爱 NTV7 洪美玲采访报道